为了让社会大众能够更加的认识精神疾病 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和玉里证公所合作举办了 职能天采、绽放我才的艺术连展活动 4号上午特别举办了开幕茶会 由院长、简以家主持 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南下、清零现场表达支持 而展出了作品种类丰富多元 涵盖了水彩、蜡笔、水墨画、绳边、皮垫 以及摄影类别 每个作品的背后都蕴含着精神病友的艺术创作无限能量 墙壁上挂满各种颜色、线条丰富的画作 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来自于玉里医院的著名 创作者也能从中抒发情绪、宣泄情感 并且透过展览舞台 让自己的故事可以获得表达的机会 赢得支持跟肯定 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样事情都应该藉由自己的方式 呈现出自己最好的地方 表现自己 就连讲话也是一种肯定自己的方式 因为这种话不管是作为 都是展现我们能量最好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能量带给别人 让别人更好 玉里医院院长简以嘉表示 延续院内迈向第19年的书画连展 展览逐步扩大办理 让更多精湛艺术家能够展现自己并且现身说法 进而让更多人看见这群康复之友们在复原上的努力跟丰厚成果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治疗里面 我们也有所谓艺术治疗 那也基于有这个画画 来得到这个心灵的抒发 我想这个艺术是不分种族 也没有国界的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场合 希望大家也跟我们这个 兵友一起 一起来有这样的心灵上的一些成长跟抒发 徐政卫现场特别南下清理现场支持 并表示职能治疗能让精湛病友 将内心的想法通过画作表现出来 也让一般民众欣赏画作的同时 贴近了精神病友 那我们在这个玉璃医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的 这个智能治疗部分 都是属于艺术的智能治疗 其实也让我们的这个患者 有一个这个抒发的窗口 然后让透过智能治疗 透过艺术治疗能够安定下来 附建成果连展 从12月2号起到12月31号 在玉璃客家生活馆展出 作品来自全国各地精神科 寓意邀请社会大众 一同体会精神病友 独特的生命历程 欣赏他们无限的创作动能 记者高松霜玉璃镇采访报道